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罪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请大家再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多谢你,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有生命 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人生有清楚的方向 愿意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愿意我们在生活上面去活出你的教导 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 上个星期我们都说 在一月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主题 就是新年新生命 我们在新的一年 都是很多时有很多的新年的愿望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只是有愿望 而且是有祈祷 我们有新年的祈祷 新年的愿望 新年的愿望不单只是一种希望 而是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祈祷 切实地去实践祂给我们的说话里面的教导 在上一个星期我们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说 神最想给我们的是什么 神最想我们给祂的是什么 神想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最终来说 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以至到我们是给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 去形成了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最重要在我们世上生活的时候 就是这一件耶稣的生命 另外一件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神最想给我们的 神最想我们得到的 就是爱 我很多年来都说 最重要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什么 就是爱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 就是这个爱 就是可以 好像圣经这里所说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所有的道理的总光 就是爱了 因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个神 和爱人如己 那么我们时时都会有医生 或者我们的牙医 都会提醒我们 我们是时时都要做一下身体的检查的 应该就最少 是每一年做一次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的 不过呢 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要做 但是有没有做呢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懒的 都是不做的 那么我们的牙医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牙医 真的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牙医就告诉我们 就说每六个月呢 就要有一次这个牙齿健康的检查的 那么我就听了这个牙医说呢 就觉得都好的 不过是好而已 不做可能都可以的 因为平时又没什么牙痛啊 没什么事的 那么就到有事才算啦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呢 弟兄姊妹 有没有真是每年都有详细的身体检查 或者呢 每六个月 或者可能觉得 说六个月都是太多的 十二个月啦 又是一年呢 做一次牙齿健康检查啦 那么起码呢 就是现在我们都会留意到 希望不要有三高 有些东西高是好的 人工高是好的 职位高是好的 一个三高就不是太好了 有些呢 很喜欢煮东西 又有些很喜欢吃东西 那么呢 我们就要留意 这些三高的问题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又发觉 我们需要的 就是时时都有这个 熟灵生命的一个检查 就好像我们做 这个身体的检查啦 好像我们做牙齿健康的检查啦 我们都需要做熟灵生命的健康的检查 那这个呢 最好呢 在年初的时候呢 就去做啦 那大家进来的时候呢 都应该收到那一张的 小纸 这一张是不是个个都有啦 那我们呢 就会跟着这一张 的身体检查的项目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看一下举一下手 或者呢 外面可能有一些的 我们的私事呢 还可以帮我们的手呢 就派回给一些 刚才进来 漏了的一些弟兄姊妹 那这个熟灵生命的健康的检查呢 我就给大家呢 有十个的题目 就按着这十个的题目呢 我们看一下自己的熟灵生命 究竟是有多健康 或者呢 是有多不健康呢 那第一条当然呢 就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因为呢 主耶稣说呢 我们是要尽心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所以在我们的健康检查的 第一个的题目呢 就是 究竟我是不是 尽心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我的神呢 那这个呢 是最大的问题 也是最重要 最忠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 没错 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救恩呢 是完全 真是叫做恩典 因为呢 不是我们去赚回来的 但是我们都好知道呢 我们相信了耶稣 接受了他的爱之后 我们也都是要对他呢 有这种爱的回应 那所以 刚才我都说呢 神最想我们做的一样东西 就是有他的生命 以及有他的爱 那我们看这个 爱我们的神 这一样东西呢 有时呢 就我们会比较上 是疏忽一些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神爱世人 我们就很知道 神爱我的 但是呢 我爱神 那又是怎样的呢 神爱我 虽然我觉得有时都很抽象 不过神你知道怎么爱我就行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爱我呢 都OK的 但是呢 但是呢 要我们怎样爱神呢 有时呢 我们又觉得比较抽象了 那所以呢 圣经都有教我们一些的指标 究竟呢 我们怎样去爱神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当我们愿意服从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令到他喜悦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爱他的一个表现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第十五节呢 主耶稣就说呢 如果你爱我呢 你就会守我的戒命的 你会守我的命令的 那这个是主耶稣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怎样叫做爱神呢 就是你服从他的戒命 服从他的命令的时候 你就是爱他了 那所以我们做这个生命的健康检查 我们就要问自己 究竟我是不是服从神的说话 而且我是不是今年比去年来说呢 是更加服从神的说话 那这里呢 你就自己知道自己究竟 我是不是爱主耶稣 我的神了 你爱一个人 你关心他的时候 你又希望他会快乐 你看起都有啦 求婚的时候 通常那些男生都是说 我会令到你幸福快乐的 因为你爱他 所以你想他幸福快乐啦 那你要表示你对这个 如果你的女孩子有这种爱呢 你就告诉他 我想你幸福快乐啦 那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当你爱你的神的时候 你会想他得到喜悦 那这个就是爱神的表现 那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啦 究竟我在这一方面 造成怎样 我的心是怎样 我做不做到出来 那如果你想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分数都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是让你自己有这个自由 你想不想他给自己给分呢 那第二个爱神的表现呢 B呢 就是透过敬拜的时候表达他的爱 所以呢 我们经常都说 去敬拜呢 不是参加一个聚会 去敬拜不是只是去唱诗 去敬拜不是只是去祈祷 去敬拜呢 都不是只是去听到学习圣经 去敬拜的时候 是向神表达你的爱 去敬拜的时候 是培养你对神的爱 所以每个礼拜的敬拜呢 是这样的 那个敬拜的意义 敬拜的目的 是这样的 是领受神的爱 还有去表达你对神的爱 我们有时候唱那些赞美的诗歌啦 我们祈祷的时候赞美感恩啦 这些都是因为那种的爱 你爱神的时候 你又体会到这一位神呢 又爱你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面呢 很自然的 就有那种的赞美和感恩呢 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我们也都要看一下 就是 我是不是爱神呢 其中一样就是 究竟你敬拜的时候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都强调呢 敬拜当然第一要准时啦 因为你不准时呢 都表示了一些东西的 当然有些弟兄姊妹有困难 我们都明白 但是呢 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呢 使得我们可以准时来到敬拜 然后在敬拜唱诗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 这首歌挺好听哦 我就唱一下啦 这首歌我又 麻烦地喜欢哦 我又不唱啦 我们是怎样向神表达我们的爱 和感谢 这个就是敬拜的时候 我们的表现 英国的英国的这位很出名的一位文学家 也是一位小说家 C.S. Lewis 那位鲁益斯 他写了很多书的 其中有一句说话呢 他说 一个基督徒 看到你那个的属灵生命的健康 究竟你有多健康呢 就会和你对神的爱 是成直接的比例的 你的生命越健康 你对神的爱是会越深的 当你对神的爱是越深的时候 你的属灵的生命 也都会越是健康的 那这个呢 真是我们很看到 是非常之真实 C.S.呢 今年究竟你会怎样去切实 更爱主你的神呢 希望大家呢 真是有时间坐下 来到去问一下自己 想出一些的切实的行动出来 好了 我们去第二条的题目 我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 既然我们讲的 我们和神之间最重要的是爱 爱就是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问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其实在爱那里已经表现了出来 但是我们去培养这个关系呢 我们常常都要讲呢 关系是要培养的嘛 感情是要培养的嘛 我们培养和神的感情呢 就要有时间 而且呢 是优质的时间 和神一起的时间去做什么呢 祈祷啦 阅读圣经啦 默想神的说话啦 以至呢 B那里就讲到 因为我们阅读和默想神的说话呢 是带来我们全人的 而且呢 从内而外的生命的改变 那这个呢 就真的我们要看一下 究竟我们生命的里面 有没有这一样东西发生了 前两个月呢 有一位的 很有经验做门徒训练的 一位的弟兄呢 他跟我讲 这位弟兄大家呢 如果圣诞节那天的崇拜 你有来呢 都见过他了 就是他那天在广道 他呢 在这个学员传道会做门徒训练 做了四十年 现在呢 七十几岁了 仍然继续在做着 他过个礼拜 起码有两三天呢 就去那个UTS 那个大学里面呢 就去找一些学生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传福音 去训练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他七十几岁的了 但是呢 他仍然很有心呢 要去做这些大学生的 福音工作 和门徒训练的工作 他呢 就跟我说 他说 最近呢 他见到有一些的茶经班呢 就改了名 就不是叫做茶经班 因为茶经班呢 给我们有一个的心态呢 就是 我们就是茶考圣经 那茶考圣经当然是要的 不是说不用的 但是呢 他英文 Bible Study 就是我们读圣经 我们的茶经班 我们就是去读圣经 去茶考圣经 为什么 他说他们最近的茶经班呢 就改名呢 就不是叫做Bible Study Group 就叫做Bible Doing Group 叫做活出圣经的小组 或者呢 另外一个可以改的名呢 叫做 可以Bible Living Group 就是你要活出神的说话 活出神的道 而不是只是茶考去读神的说话 我觉得呢 有时改一下名呢 都挺好的 有些艺人 有些明星呢 偶然都改一下名 改完名呢 他就说 我改了名之后呢 就红了 有时我们都要改变一下 我们的心态 不要只是茶考阅读圣经 不是只是Bible Study 我们要Bible Living Bible Doing 所以呢 可能 除了叫茶经班之外呢 应该可能叫做行道班 因为圣经说的嘛 不要只是听道 要行道 所以我们呢 可能茶经班里面呢 一定要包括有行道班 这个意思了 那大家呢 就要去看看自己了 究竟呢 你用多少时间 跟神一起 跟神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优质的时间 你读了神的话语 有没有带来你生命 从内而外的改变 还有呢 诗了 以我 以我的主 我的救主为乐 享受祂 享受祂 我不知道呢 你有多少的时间 是会经历到享受神 享受神 这个呢 在这个的十七世纪的时候 那个的威斯敏斯特讯条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听 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享受神 如果你没有试过 怎样享受神的话呢 你真的要认真地想一下 信耶稣 不是只说 信了耶稣 有永生 信耶稣 不是只信耶稣 说的东西是真理 而信了耶稣之后 跟祂之间 有那种爱的生命的交流的时候呢 你是享受祂 那这个呢 真的要我们好好的思想了 第三条呢 我究竟是不是 尽心尽力的 侍奉神 和祂的教会呢 这个呢 也都表示到 我们那个生命的健康的程度的 所以呢 都是再次鼓励弟兄姊妹 神一定是有给你不同的才能 和恩赐的 神给了你这些呢 你不要收起它 不要呢 是找个孔呢 是埋起它 你要去发掘它出来 要去使用它 使到教会呢 是被建立 使到其他人的生命呢 是被建立 那我见到呢 真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事奉的 希望大家呢 祂是牺牲自己的 耶稣祂是舍己这样将祂的生命呢 是给我们的 买熟我们回来的 所以我们呢 是学习耶稣这种舍己 牺牲的精神的时候呢 都一样这样来到奉献自己的生命 奉献自己的所有的事 那我们要学习呢 A那里说呢 我们要过一个的 慷慨奉献的生活方式 这个呢 是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 那B呢 如果你有儿女的话呢 你都要教导他们同样的 这种舍己 牺牲的奉献的精神 那也都要教导他们呢 看神给物质的欲望呢 是更加重要 那当你要教导他们之前 你自己都要是这样才行 如果不是呢 只有口讲 我们知道呢 新教呢 是重要过二言教 重要过呢 你用口讲的 因为呢 你的小孩小朋友呢 看到你的口讲无憑的 你只有一个讲字呢 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啊 那些小朋友呢 很多时候呢 他的醒目呢 是远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 你以为他不知道呢 其实他看到的 他明白的 第五条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是不是有以恩典代人的名证呢 我有没有每日 感谢神 从我应得的 他将我拯救出来 什么叫做 从我应得的 将我拯救出来呢 这个就是说恩典 我们是不配得到 神的爱 和他的拯救的 我们应得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得的是 惩罚了嘛 罪的公价是死 所以本来呢 是我们一早应该死的 但是主耶稣呢 他为我们牺牲呢 就使得我们有生命了 所以呢 他这个呢 就是叫做 从我们所应得的 死亡的惩罚里面呢 他将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呢 我们会懂得以恩典代人 这个呢 是基督徒主事代人 一个很不同的一种的态度 以恩典代人 不是样样都说 你抵死的 你要得到应得的懲罚的 你有这么久风流 就有这么久什么什么 我们很容易会这样想的 他抵死的 我不会帮他的 但是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主耶稣以恩典代你 以恩典代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里面有三点的 圣灵的果子 是不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 这个呢 我们都要去检查一下自己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 你打开圣经会找到的 不过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忽略 究竟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 圣灵的果子 有人爱喜乐和平 这三个最容易记的了 因为我们教会有三个团契 有一个叫做人爱团 有一个叫喜乐团 有一个叫和平团 这三个是我们最懂的了 其他的那些呢 有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圣灵的果子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圣灵的果子 那其实我们真的要逐一个逐一个呢 去检视一下自己有多少 那个果子又大的呢 还是果子得很小呢 还是完全都没有呢 这个呢 我们要学习了 B那里也是一样呢 就说回呢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 以及以基督的眼光 来到看人 C呢 是说我们要真心的原谅其他人 所以你真的要想一下呢 有没有一些人呢 是你不肯去原谅他呢 记得 主耶稣教我们祈祷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我们都要遥恕人 好像他遥恕我们一样 如果你真是经历过神的遥恕的话 你是自然应该懂得遥恕人的 但是我们呢 很麻烦的 我们不是那么自然 有时我们不是那么自然就懂的 不是自动就懂的 我们真的要想多些 时时都要去想回 神对我的爱 神对我的遥恕 神对我的宽宏大量 那我们就会懂得对人呢 都有同样的遥恕了 第六呢 我是不是遵从神的命令 去爱人如己 而且呢 跟其他的信徒 有灵里面的相交 那这个刚才读圣经的时候 读了啦 第一条最大的戒命呢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第二的 其次的就是爱人如己 那所以我们真的继续要想啦 我有没有爱人如己呢 你这样爱自己 你愿不愿意用同样的赤度 来到爱周围的人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学习呢 是参加团契小组 以至呢 你能够达至有那种的真诚深入 跟别人的相交 那种的灵里面的交通 而且呢 是对人有正面的影响 那这个呢 是对人这种的爱的时候呢 你会愿意建立他的生命 B呢 有讲到 你有没有一个熟灵的师傅 能够帮助你 在与神同行的方面呢 是成长啊 那这个也都是 其实是很重要 我们以前也有讲过呢 你应该会找到呢 一定有些人呢 比起你来说呢 他的熟灵生命呢 是那个的时间 是信得更长的 他信得是更加深的 他呢 他经历神呢 是会比你更加多的 一定有这样的人 而另外一方面 你也都一定应该会找到一些人呢 是比起你来说呢 他那个熟灵生命呢 是比较幼乱的 你能够帮助他去成长 去与神同行的 那这个呢 也都是爱人如己的表现 那希望大家都会尝试就这样做了 第七呢 我是不是爱我的家人呢 那这里一直都是在说爱 通常呢 我们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了 圣灵的果子不是有九个 记得了圣灵的果子是多少个呢 是一个圣灵的果子 不过这一个圣灵的果子呢 有九种不同的表现 九个不同的方面 就是好像呢 譬如你吃一个真是果子 一个生果这样 吃一个生果 譬如呢 是一个的 苹果 一个苹果有几多方面呢 一个苹果呢 有皮啦 一个苹果有肉啦 一个苹果有核啦 一个苹果有个钉啦 是不是 一个苹果都起码有四方面的东西的 那这个圣灵的果子呢 其他呢 是一个 不过呢 是有九个不同的表现 甚至有人说呢 其实圣灵的果子是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人爱 而其他跟着下来所讲的 另外那八个呢 其实都是爱的不同的表现 爱的不同的表现 所以呢 原来 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 哲祭 这些呢 全部都是爱的表现 那所以说回 我们是不是懂得爱神 是不是懂得爱人如己 很重要的就是 你爱周围所有的人 更加呢 爱你的家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爱的表现 第八了 过去一年的里面 我是不是有亲自向人 作见证 见证耶稣 讲耶稣 虽然呢 有些人呢 说你经常讲耶稣呢 好像踩你这样 好像踩基督徒 你经常讲耶稣 那么踩基督徒呢 尤其是踩一些牧师 因为牧师经常讲耶稣嘛 但是呢 你不要给讲耶稣这三个字呢 令到你觉得 啊 讲耶稣不是很好啦 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念 讲耶稣是好的 就算人家说你 不要经常讲耶稣啦 那你就告诉他听 讲耶稣好啊 我除了讲耶稣之外呢 没什么最喜欢讲的 我最喜欢就是讲耶稣啊 你自己讲多几次 告诉自己听 讲耶稣是好的 讲耶稣是好的 那你就不会这么怕讲耶稣了 你明白吗 有没有试过啊 我们现在一起 一起讲好不好 我们现在一起讲话呢 我喜欢讲耶稣 好不好 我们一起讲 一 二 三 我喜欢讲耶稣 是 再来的 讲得齐点 再大声点 一 二 三 我喜欢讲耶稣 是啊 不怕的 人家说你讲耶稣 你说好啊 是啊 讲耶稣正 这样 我们要和人讲耶稣 那你要做好准备 向人见证 做好准备 去讲解福音的内容 这些是重要的 虽然呢 有时你说 讲耶稣啊 讲得比较熟练一些 应该是那些牧师 那就留回去讲啦 有时呢 是可能那些 接受了全福音的训练啊 我们经常讲三福的训练 你觉得是 他们讲得好些的 留给他讲啦 其实呢 他不是很想你留给他讲的 其实呢 和人讲耶稣呢 我都不是很想你 经常留给我讲的 虽然呢 我不介意讲的 有时弟兄姐妹说 牧师呀 我有某某的亲戚朋友啊 他呢 想知道信耶稣是怎样 你和他讲啊 那我都很高兴讲的 因为讲耶稣是很开心的 但是呢 我更开心呢 就是见到呢 坐在这里 你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呢 你们都去讲耶稣 你都懂得去讲耶稣 你又享受去讲耶稣 你又准备好去讲耶稣 你又接受了训练去讲耶稣 这样呢 这样呢 就最开心的 大家都明白了 尤其是我们的教会 因为很多海外的学生呢 有很多是海外的移民呢 又有很多呢 住到很远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不可以呢 不可以呢 时时都在教会聚会的 不早业呢 又走了的了 去别的地方找工了 或者呢 搬到很远了 或者呢 发觉第二个教会呢 适合他了 那我们真是要继续去讲耶稣 以至呢 有更多的人信耶稣 以至呢 有更多人来到参加教会 更多人一起呢 是接受圣经那个教导 一起来到成长 那我们说要去训练门徒 训练门徒的第一步 一定是要讲耶稣 等他信耶稣 他信了耶稣 就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于是我们才能够训练一个门徒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 不去带人信耶稣呢 我们想做门徒训练呢 就没得做的了 所以要带他们信耶稣 在我呢 三十几年前呢 我开始全职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 当时我就没去教会那里做传道人的 在一个福音机构那里呢 去做福音工作 那我去开始做的时候呢 那个总干事呢 就说要请我吃饭哦 那我刚刚开始做 他说要请我吃饭 那好吧 是好事来的 有饭吃啦 那通常呢都是好像 欢迎我这样请我吃饭啦 那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原来是要考我哦 他又不是正式要面试的 不过请我吃饭要考我哦 那他考我呢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呢 有一个年轻人坐在你的面前 你只能够给一样东西 你会给什么他呢 给什么他呢 那我真是想想想一下 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如果你是爱你周围的人 你都会想他得到 这一份最好 最宝贵 最永恒的礼物 就是耶稣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2016年 今年的里面 要找多些的机会 去学讲耶稣 如果你怕不懂得讲的话 有得学的哦 我们嬰儿的时候 就牙牙学语 要学讲话 讲耶稣都要学的 而且讲耶稣是可以学的 真的很真的 因为呢 就算我开始了 全职的福音工作的时候呢 初初呢 我都不懂得讲耶稣的 有人坐在我面前 他想信耶稣 究竟我要讲些什么 给他听 以至他明白 什么叫做信耶稣呢 我想了很久 我都想不到用什么方法讲 甚至呢 我和一个学生 讲耶稣的时候 说到人有罪性 个个都会犯罪啦 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个个都犯罪 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既然个个都是这样的 那就没问题了 那又好像是哦 是不是 个个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我都不懂得回答他 我都很多问题 不懂得回答 所以呢 在我们的 主日的茶经班的里面 我们就开了一个课程呢 就叫做大使命 另外开了一个课程呢 就叫做实用护教学 在这些课程的里面呢 我们就会学习 怎样去讲耶稣 又怎样去解答 这些很难答的问题 其实答问题有得学的 很多弟兄姊妹 你上过这些班呢 你都已经学了很多 怎样答问题 这些叫做难题解答 是难答的问题 不过呢 你学了之后呢 你就会答的了 你不学呢 你觉得很难答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都是准备好 而且呢 你要去计划和祈祷 以至神给机会你 去见证祂 去讲耶稣的福音 给人听 这些呢 原来是要计划的 原来是要 有些人讲得难听 这些叫有阴谋的 怎样有阴谋呢 你今年呢 就开始去想定呢 你身边的人呢 哪些人是未信耶稣的 你的家人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想了这些 未信耶稣的人出来 写下他的名字了 开始你的计划了 你的计划 第一步 就是为他祈祷 那你 你甚至可能呢 真的要写下他 星期一 为甲祈祷 星期二 为月祈祷 星期三 为丙祈祷 星期四 为阿丁祈祷 你要这样 有计划 帮他祈祷 然后一路呢 就和他 在 在时时的见面里面呢 看看他几时会 稍微呢 有兴趣 时机成熟 你就要 慢慢渗透一些 福音讯息给他 有时有些什么的 福音的聚会呢 请他吃饭 带他去听 陪他去 要有计划 要祈祷 好了 第九条 我是不是集中 我部分的时间 和财物的资源 去帮助 贫穷的人 和弱势社群 弱势的群体 其实呢 在圣经的里面 神是对那些的 贫穷人 神对那些 弱势的群体 是有一种 特别的照顾的 如果你读圣经呢 你时时会读到这些的 如果你现在 不是很知道的话呢 你就要去读 这些的圣经了 你要去明白 在神的眼里面 帮助贫穷人 那个重要性在哪里 最后第十条 我是不是希望 神会使用我 使得我有用 使得我的生命 能够作出贡献 投身在超越自我 和更大的使命的里面 我们去看 未来的一年的里面 记得呢 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的需要 不要只是想想 我要些什么 我们要想到一些 神怎样用我 以致我的生命 是能够对人 对社会 对教会 是有贡献 而且呢 我要是愿意投身 在一个更大的使命 不只是想自己 所以我们呢 要去寻求 要知道 神给我的 照命是什么 神给我 哪方面的 恩赐财能 神给我有哪方面呢 那种的热成呢 我对于 特别这些人 或者特别这件事呢 是有一个 很重的一种负担 有时我们叫做负担 或者叫异仗 甚至有些人呢 一想起这件事呢 如果我不做呢 我就是全身不舒服的 我觉得这件事呢 是我一定要去 有份做的 那这些呢 可能就是 神给你的 照命的开始 这些呢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去检查一下 我们属灵生命 那个健康的情况 可能你看到 十条题目这么多 要做这么多东西的 那你就觉得呢 太多了 牧师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呢 讲回头 最重要的 其实是第一和第二条 第一和第二条 你发觉到 当你 你的生命健康的时候呢 由三到十呢 是会比较容易 你会做到的 因为你那个 跟神的生命联系的时候呢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做这些事的了 所以有时我们要反问自己就是 为什么我对这些全部都没什么兴趣的呢 那你就真的要很认真地 看看自己那个生命 究竟是不是健康 如果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你是会想做这些事的 如果你发觉你不想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下 那是不是 我不容许神的生命 在我里面成长出来 形成出来呢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你说 我做不到的 你是一定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都一定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你一定是要有神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承认 一定要有神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的连结 你才会做到这些事 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最根本的健康 今年 你对神的爱是怎样 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 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 我们就特别安静下来去默想 问回自己 看回自己的生命的健康 看回你和神的关系 看回你对神的爱 我们一起祈祷 主要我们多谢你 你爱我们 以至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 神啊 我们求你遥述 我们因为有事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但是我们都不懂得爱你 我们恳求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 恳求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给我们更加深的体会 你对我们的爱 不是只是表面地知道 主啊你爱我 所以你给我有救恩 不是只是表面地知道 神啊你爱我 所以你应该 是会看顾我的生命 我每日的生活 主要帮助我们 更深的体会 你那种 为我牺牲 那种爱 天父 你将你宝贵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这种的爱 圣灵你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每日这样提醒我们 每日这样带领我们 每日的看顾我们 以至我们更加懂得享受你 和享受跟你一起的时候 享受去实践 你所给我们的生命 和真理 愿主你这样祝福我们 让我们在 这个星期里面更加多一点的时间 去思想这十个题目 以至我们未来一年 我们是有方向 有动力地成长 求神祝福我们 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命 阿们 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恩典 所以我就跟大家选择了这首 有福的确据 给我们得着这个确据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是有那种感恩 是自自然会流露出来的 我们一起起立唱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耶稣叔叔 我感到思想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厚贼 以德高数 送圣灵得神 报血世纪 却是我相识 我的思绝 神明我九处 就一场祸 你是我相识 我的思国 神明我九处 就一场祸 第二节 愿全身复出 快乐无悲 天堂的荣耀 天堂的荣耀 就一场祸 这世纪我相识 我的思国 神明我九处 就一场祸 各位请坐 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刚才这样说 我们拿着这个饼 这个杯 象征主耶稣的生命 主耶稣的生命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虽然这个是一种象征 不是说 因为这个饼 所以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饼 是一个象征 给我们 纪念到 主耶稣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这个的真理 这个的实在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虚无缥缈的话 让我们在这个安静默想的时候 我们真是想到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有时呢 在我的默想的里面 我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做过一些默想的学习 其中有一个呢 我在很多年前开始在教会有做 去年在我们的语堂的退休会里面 我们也做过 你好像想象到 有一点光在你的胸口 这一点光就是耶稣的光 耶稣说我就是真光 我们想象到耶稣就好像这一道光 进入到在我们的里面 你的胸口这里有一点光 这一点光就是耶稣的真光 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呢都是这样来到 是体会到耶稣 他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开始我们的胸口 是否刻尽自己的责任 是令荣耀主 为我们今天所犯的罪懊悔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再次在基督耶稣里面 接纳我们 圣灵啊 求祢 求祢再次赐我们的内心 重生正直的灵 再次为身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 成为上帝好的管家 令荣耀上帝 恳求圣灵上帝 在每一次的圣餐里面 提升我们每一次思想 圣餐的意义 再次用光照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坐直 愿主祢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恳次祈祷 每一次接受主圣餐 圣经时刻 以上的简单所求 是奉主耶稣的得胜之名而求 阿慕 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就拿起一个饼 抹开之后 祝借帝给他的门徒 他说 我的身体为你们抹开 你都要这样做 来到纪念我 我们纪念主耶稣 他的生命 是为你为我牺牲 而且他的生命 就在你和我的里面 我们都邀请每一位 已经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生命的主 和你的救主的 都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来到纪念 来到庆祝耶稣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我的生命里面 只要你是接受了耶稣 你也有公开承认你的信仰 我们都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来到这样纪念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哪个教会来 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 这样的一个熟灵的大家庭 我们拿到饼之后 自己继续去默想 祷告 然后吃这个饼 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餐这个杯是主耶稣用来 做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主耶稣的流血 流血 捨生 牺牲自己 来到买属我们 我们时时都有一种想法 就是 耶稣是神来的 他都明知道自己呢 死了之后他会复活的 所以死呢 好像对他来说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们这样 但是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忘记了一件事呢 就是主耶稣呢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一个人 当任何一个人 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是一件 很大件事 明知道自己要 牺牲自己的性命 明知道自己要 在一种的 这么残酷的死刑的里面 来到死的话 都不是一件 随便的事 所以在赫西玛利园的里面 耶稣都是 很大的挣扎 然后 他是决定 甘心乐意 上去十字架 我们要这样来到理解 耶稣为我们牺牲 是一个真实的牺牲 所以耶稣流血 我们说他受苦 受死 那种的真实性 是没有减少到的 因为我们体会到 耶稣是要负上 这么重 这么大的代价 以致 你得到生命 我们一起祈祷感恩 我们请约大领 我们来到 这个生擦桌前 我们来到